常常这个很多这个 包括像李喜明 这个前国防部长 他们最近都在讲这个所谓的 前参谋总长 他都在讲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们台海作战 一旦今天共军侵台 我们要撑多久这个问题嘛 那让这个我们的盟国 能够来支援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乌克兰 当今天战争发生 战场发生在台湾岛 这个岛上的时候 每撑一天会有多少人伤亡 牺牲他的家庭流离失所 即便我们撑了 撑下去撑赢了 我们说我们等到了援军来 我们把共军击退了 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老百姓 会从此水深火热 我们原本平稳的生活 没有办法再重新再来 这个没有人告诉我们 因为根本无法估算 你一个假设来 我们这是假设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共军犯台 一颗导弹打在台湾本岛上面 它不只是那一个所谓的 击重地区的伤害 它更重要是所谓的信心危机 现在最近很多台湾人在谈什么 谈移民 从裴洛西的这个来台导致的围倒军演以后 据说很多移民公司询问度大增 这是信心危机 像我们这种我们也没有什么钱 你也没办法想走也没办法走 对我们想走也没办法 我们在那边跟你拼了 跟你打到最后一兵一足 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那问题是打赢了 赢的是你们这些政府高官 我们老百姓的牺牲算什么 还是你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我们根本不会发生战争 我们有没有把握 我们可以跟对岸去做一些 所谓的筹码有一些谈判 有吗 目前看起来没有 目前就是100%压在美国身边 那你今天万事靠美国 当今天美国不是万能 美国不是什么万能天神 今天你看北韩造导弹了 中国大陆也在那边 这个蠢蠢欲动 俄罗斯的普丁也没有在 在撩美国啊 那现在美国甚至还想要制造 一些更多的麻烦 在整个欧洲现在的情势 我看不懂现在美国到底说 要给台湾的保证 要怎么保证下去 所以我说北韩这个不安定因素 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这只是更证明了所谓他对台 这个共同防卫也好 协防也好什么军事保证 这些都只是空话 是好那我们就来看到美国的 CIA局长伯恩斯呢 最近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就说 在大陆国家主义习近平 已经指示了解放军 在2027年以前要做好 无力犯台的准备 那么现在呢情况也显示 两岸发生冲突的风险 确实是显著的上升 那么他表示说 大陆呢其实从这一次的沃尔战争 有观察到 发动入侵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还也强调说因为在俄军的表现 大陆看在眼里 所以认为说到领导人 在研究发动入侵是什么时候 但是因为在乌克兰的部分 乌克兰的民众呢 这些大家是奋勇的抵抗 所以很可能会改变 习近平侵略台湾的态度 但是在美国的情报体系 不认为说在北京当局 是不是已经做出武统的决定 同位姐 我先讲一下 刚才因为特别 就隐形院他接受外媒的访问 他特别说 如果假使这个台海 有威胁中国攻打台湾的话 因为他更担心是北韩 也会启动军事行动 所以所谓的韩美同盟 应该优先拿来是对付北韩 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打脸前一阵子 就是在驻韩国的美军副司令 他曾经对外讲说 如果假使台海有事 那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他们会协防台湾 就是美国有事 对 当时这个副司令讲完之后 很快的韩国的国防部 立刻出来否认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看到 就是韩国的总统 他也出来直接澄清 没有 我们没有意思 没有说什么台湾有事 就变韩国有事 那么韩国跟美国的军事同盟 对不起 因为我们更担心北韩 好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话 谁会来帮我们 今天可能美国营造出来一个 就说他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 或美国跟韩国的同盟 看起来好像对台湾 是都会极力的支持 跟支援 可是真的吗 真的会有支援吗 影信院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包含日本 日本说所谓的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请问一下 现在在位的官方 哪一个这样说 那是过去就是卸任的首相安倍 死去的首相安倍这样说 而且大家都是卸任的官员 然后对台湾感觉示出一个极为友善的说法 可是现在所有 我岸田文雄有讲过吗 岸田文雄也没有讲过 好 那今天其实有一个讯息 刚刚就讲说 这个纽约时报说呢 美国计划把台湾变成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 台湾未来会成为一个军火库 就是把很多很多武器放在这边 那你不觉得非常奇怪吗 你不觉得非常可怕吗 你不觉得非常恐怖吗 所以显然美国认为 如果中国会打台湾的话 可能在短时间内 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把武器 运送到台湾来 所以我先把武器放在这边 作为一个让你有充足的武器 先挡一挡 意思就是说你先去挡一挡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今天非常有可能 中国他直接攻打台湾吗 还是先封锁台湾 那虽然这个美国说 我们美国应该有能力去化解 去处理如果中国封锁台湾 大家想想看 也就在裴若曦离开之后 那么中共的今年8月4号 非常特殊的几乎是一个封岛的军业 请问一下美国展现了什么样的能力 可以突破封锁呢 在那次军业里面请问一下 大家看到美国有什么样的能力 可以解除台湾的封锁 对不起没有啊 包含雷根号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雷根号已经远离台湾啊 那所以你今天美国不是都是嘴巴说说而已吗 所以我们今天台海之间可能会发生战事 那么中共到底是2027年 也就是说到底是五年后 还是几年后有可能攻台 这个都已经不是新闻了 因为现在太多的所有的外媒都告诉全世界的人 现在台湾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不是都告诉大家了吗 然后国防部长这个在立法院说 昨天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 也就是说只要有任何的这个飞机 不管你是无人机 有人机 只要进入领空 我们就视为第一级 那这是这个第一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个 视为第一级之后 然后呢 然后你要做什么 立刻把它挤落吗 无人机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 跑来这边什么丢垃圾的那种无人机 你可以立刻把它挤落 那我请问一下 飞机里面有军机有民航机 对不对 也许还有战斗无人机 你是不是都把它挤落 那请问一下 挤落是不是就视同开战 是不是视同开战 好那我想请问 如果今天我们跟两岸之间随时开战的话 那你要准备啊 比如说你就立刻征兵啊 因为你现在要进入备战的状态啊 你立刻征兵 四个月的这个兵役期绝对不够嘛 不是这个我们国防部长也说不够嘛 你是不是立刻延长 你要征兵 男生要征兵 女生是不是也要征兵 你要告诉我们 而现在你今天都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甚至连兵役的期间 四个月要延长 还告诉我们说 现在不能讲 我请问你为什么现在不能讲 你都准备第一级 然后接着我们可能要有反级 为什么不能讲 说要年底才讲 你知道为什么呢 选举 显然要避开选举 那所以你今天这样的操作 你今天把台海搞到这么紧张 你今天搞成大家一副就说 哎呀好像战争一触即发 是不是只是因为马上就要选举 你今天民进党选情不正的一个 又要贩卖芒果干 是不是又来贩卖芒果干 抗中宝台 对 所以你是不是又是打出 那个所谓的抗中宝台 所以它到底是一张选举牌 还是一张军事牌 我真的看不清楚 你们真的有正视这些问题吗 一旦如果真的所谓就视为第一级 而我们要回级的话 我们要做出什么 我们要做出我们第一线的将官士兵们 可能牺牲生命 这不是嘴巴随便说说 你在国会里面随便说 可是在第一线 他们当他把他击落的时候 真的他可能就要备战了 这样的状况 你今天还在做选举的操作 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执政党到底有没有人性啊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那么这一颗的鲍鱼 你会吃得到这个鲍鱼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